其实以后主要是针对 大概就是裂号的部分 所以这边有A3 只要把3变成一个I的变数 当然比较快的做法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复制这一个 然后把它直接贴在 只要I3的这个位置 3把它盖过去 假设如果你没有把握了 你帮你就是两个双引号 记得这个可能一定要记手 以后这一招应该就够用了 3以后两个移到中间 &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把I &符号前后一定要加空白 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 英文里面的AND 这个和这个 为什么要串呢 因为其实本来 它是一个连续的文字 因为在中间要串一个I 但是I不能直接放到它的双引号里面 必须要放在它的双引号的外面 所以变成说它这个有点像一句话的叙述啦 只是说把这个变数 就是串在 这个两个文字串的中间的意思啦 OK 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懂的意思 如果你可以理解啦 反正以后很多程式都是这样的概念 好 那这边也是一样 K3 所以一样把这边改一下 L3 然后这边的话是M3 再改这个就OK了 其他这边都没改 OK吧 改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假设你没改错的话 所以基本上 那到底改了哪几个啦 我这边其实是有把它用 黄色的底色 把它标注一下 改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五六 还有吗 还有这里 这还有个七 然后这边应该第八个吧 还有这个第九个 这边还有啦 反正漏掉了 OK 所以就是改这些啦 所以理论上这个 原来都是 什么 一个 什么三 B3 C3 反正就是有点是 初生哥只要是第三列的 理论上应该都是 好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弄一下 应该理论上OK了 再来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按钮 因为这个按钮跟这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它跑一下 所以这边应该按下去 应该就会walk 这边就直接按一下 其实还蛮快的 有没有 马上就恢复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每天都做的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 这还蛮好用的 清除嘛 清掉 然后再让它执行 看一下结果 OK吧 这个公式 有没有 那你会想说 老师 I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会发现 你点这一个 再点下一个 你会发现它刚好就是一个数字的变化 那这也是一样嘛 这边有没有 就是 其实那个I就是 这一串公式里面会变动的那个 那个 那个数字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I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 这个我没改到 这个我没改到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3好像没动 那应该是个bug 有没有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找一下 有的时候其实 程师非常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一点点错都不行 而且你有时候 你难免会出一点错 但是你要很细心 把每个地方检查一下 确定是OK的 那我们再执行一下 OK 执行一下 然后再跑一下 当然了 因为我实验的关系 理论上我比较推荐 大家还是用什么 用储航跑的方式 就是按L8 如果你假设不太清楚 你可以把就是游标放在这个变数上方 只要他执行过之后 你游标放 你就知道说他里面到底放了什么资料 然后你执行他 有没有 因为他现在执行这个 其实就是把这个公式 帮你把他这个公式串完之后 丢到这个格子里面去而已 这个格子里面就是这一串公式 有没有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放进去这个独身格的意思 有没有 所以这个的话应该是D3 就是要丢这一串公式 帮你丢进去的意思 所以你只要按一个F8的话 他就跑一行叙述 但因为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跑一跑 就差不多了 你就直接让他全部跑完了 这样就OK了 但是目前的话 一个工作表应该OK了 所以 把两个程式输出到一个工作表 当问题来了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这个工作表怎么办 这个工作表如果要做一样的事情 那其实 你是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把这两个按钮 按Ctrl键 你先按Ctrl键 再去点这个按钮 然后你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 贴到领主这边 把它贴上 这边不是有按钮出现的吗 那如果你清除的话 你会发现 它可以清耶 那输出公式呢 也会输出 OK 可是有个地方应该会出错 哪个地方 就是呢 你如果清除之后 你把它向下卷动 你会发现 它其实 因为只有 我们的回圈呢 只有写到多少 写到40 所以呢 它就跑到40 可是你说老师不对啊 它这边应该是多少 110 那为什么它是40 因为你写 你是写40 所以它跑40 那如果你想 假设说 你希望让它跑到多少 跑到101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把它改101 OK 它就会 跑到你要的那个位置 但是 会有个问题 因为呢 我们刚刚是把 这个按钮 给它共用 所以如果你假设 改了0主 并1 01 但是原来是 40 就会有个问题 就是呢 它输出 就会错误了 也就不能两用 所以如果你假设 要两用的话 关键来的 你就是不能让它变成什么 变成固定的某个数字 OK 因为固定某个数字的话 会出错 你不能固定40 你也不能固定101 甚至后面的话 应该还有别的数字 这个65 那这个多少 这个22 所以等于是说呢 它会有四种变化 甚至有五种六种 可能以后会有很多种变化 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必须要在这边增加一个变数给它 有没有 所以你说老师 变数是做什么用 变数就是要解决 那个数字会改变的问题 那就是需要一个变数 可是问题来了 有没有一个变数 它可以自己去改变成就是我要的那个数字 有没有这个东西 还记得吧 我们之前好像写过一个方法 向下追踪 有没有 它还蛮常用的 你可以看一下之前上课 所以如果我们只要让它改成向下追踪 那这个数字就不用了 怎么让它向下追踪 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可以从哪边追踪 一般的习惯 会先从A1 可是我现在这个A1 因为它有合并储存格 所以你Ctrl向下 应该会失败 它会停在A3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放A3 让它Ctrl向下追踪 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 我可以把游标放A3 然后按Ctrl向下 它会停在最下面这一列的位置 那请它回报告诉我 最下面一列的那个列数的话 那我程式应该怎么样 还记得吧 就是第一个 我们先打一个range A3 这个很重要 我们建议各位一定要记起来 也就是游标先放A3 对不对 那至于放哪一个位置 你可能要自己先 先check一下 不然的话有时候固定A1 A1不见得会正确 点下去 END 还记得吧 AND的话就是Ctrl 向下的话呢 就是前刮弧 它这边有个XL down Ctrl向下 在VBA就写这样子 AND刮弧 XL down 然后取得它追踪到的那个列 就点过就可以了 好 写这样子 就会自己抓了 所以这边其实就变成说通用了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呢 假如说呢 换成什么呢 灵主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刚刚铸砖这两个按钮 直接复制 按Ctrl鍵 记得哦 Ctrl鍵按住才能选 Ctrl鍵按住 然后再点 再点 这样就可以选到 因为之前常常问我 老师这个没办法选的 我点的变成我就执行了 那我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不要执行它 而是要选它 很简单 按Ctrl鍵按住 再去点它 然后如果你要复制到另外一个 就Ctrl-C 然后呢再把它Ctrl-V贴到哪里 贴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贴上 它就有了 那我们刚刚呢 主要是把这个程式 本来适时的位置 改成向下追踪 从A3 帮我向下追踪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哦 所以刚刚好像直接按考评 我是建议啦 你干脆按F8好了 F8 你会发现 游标放在这边的话 他会跟你讲说 有没有101 所以是3到101 后面会有个等于101 好 那底下的话 就帮我跑到101 试一下看看 刚刚到40就结束了 现在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 40以后呢 它会出现 这个结果了 到101都没有问题 可是 又看到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就是 就是 这个名次 有没有 Rank.EQ 那为什么Rank.EQ出错 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们之前呢 因为主要是根据助专 所以呢 这个指的是什么 你要比较排名的范围 那这个数字应该 也是跟刚刚同样的问题 不能够是固定4次 而是应该什么 改成101 可是你不能说 你现在改101 101 如果假设这边OK 另外一边也不OK的话 所以 你可以怎么做呢 所以其实可以借用这个 把它借到哪边呢 借到这个位置 就是 那所以变成说 这边也要用这个变数 这边也要用这个变数 如果啦 假设说你两边都要用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在上方 放我一些上面呢 再加一个变数的名称叫R R等于什么呢 就是 这一个追踪到的结果 先帮我存在R里面去 然后呢 我就再把 所以喔 如果以这个工作表 它得到是101 就把101存在R 那再把 这个R放在这边就OK了 那你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边也可以 拿R 把它放到这个M 这个前的符号4 就是把这个410 把它直接改R就好了 那改的方法跟刚刚的一样 双0号两个 移到中间 M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R 串在中间 然后呢 把那个M的前后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所以喔 M后面的这个 本来是40是固定的 那我不要让它固定 我让它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自己去改变成 它应该最下面的列数了 再执行一下 执行OK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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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本来是错误的 有没有发现 底下从40以后出错 现在有没有错 现在好像就正常了 那为什么正常呢 看一下 游标就放在名次上面 有没有发现 这边变101了 有没有 OK 也就是说 那个R 它会自动最终 那个R非常重要喔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我刚刚主要是 把柱专这两个按钮 按按键键之后 复制贴到领主 让它共用 但是呢 你共用之后发现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这个地方40 会出错 所以我刚刚改了这个 向下追踪 那另外一个地方出错 就是M前的符号40 也是固定的 所以我为了让 这边跟这边呢 能够共用这个 变数的结果啦 所以我又增加一个R的变数 OK 这样的话就解决了 我看一下 我原来上写的之类也一样 这有点 不要难一点点 所以 这个是原来的写法 底下这边就会有一个 就是这个喔 所以你们可以再试着把它 稍微改写一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